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估全年税收至少将超增3000亿 超增规模将创下历史记录 七年来的首度短增仅出现在去年疫情发生 全国民生凋敝的时候 但也仅仅短增大约只有223亿而已 而今年就一口气超增了超过3000亿 这是什么样的税收逻辑 台湾的人民或企业真的这么有钱这么赚钱吗 这些超增的税金都是合理合法的征收来的吗 我们来听听看怎么样令人既感慨又愤怒的故事真相 大家好 日前新北市有一位许先生 因为疫情被迫失业 向政府申请了疫情急难纾困金 但是他存放在账户里的纾困金 却被政府强制执行 因为他有个人债务的问题 那许先生呢 抗议了说 这是他的救命钱 政府查扣他的钱 就是知法犯法 事后呢 新北市的分属立即返回他的扣款 但是台北分属却坚持说已经执行完毕 所以没有办法归还给他 同一个事实却有两个不同的结果 难道我们政府可以不论是非 先执行了再说吗 台北市的执行官到底在召集什么呢 难道是有奖金 有绩效 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陈主祥律师也表示 但是 泰吉姆案件能不能那么平凡 对国家民主法治是很有意义的 他谈到 泰吉姆案件完全是符合国家暴力三个SOP 第一个 乱案罪名 说你逃漏税 第二个 利用媒体来污名化 说你养小鬼 第三个 事情出了屁楼 就不认错 硬拗说 他没有错 硬要执行 不可认错 他解析 这个是有三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层次就是 赴税人权 第二个层次就是 国家公权力行使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 言论自由保障的问题 陈主祥谈到 第三个层次的时候说 当人民对于违法执行的案件表示意见的时候 被警察以现刑判逮捕 然后抓到警察局去 这种根本是超级无法想象的 去年在9月19日 法税改革联盟的黄姓志工妈妈 只是因为在路边举牌 她表达她的诉求 就被祖北的警察以现刑犯逮捕 难道 奖金是不能说的秘密吗 为什么 人家只是一个合理的怀疑 你这个官员到底有没有因为这个行政执行 而得到的绩效奖金 这样子一个问句 就被抓去警察局 觉得太不可思议 而太极盟案呢 被称为台湾法税的造妖禁 我们呼吁只有废除查税奖金 才能够还老百姓一个干净的法治社会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台湾号称亚洲民主灯塔 理应早早跟上以开发国家脚步 列入文明国家之列 但长久以来 台湾行政机关 有了一份国家信奉外 又可拿绩效奖金的制度 一直为人所诟病 尤其是税务人员与行政咨询组等执法人员 年年编列上亿到两亿多元的奖金预算 财政部向来一直以来 顽抗反对废除税务奖励金 是强调税务奖励金才可以提升税务人员的士气 这种说法令人无法接受 失控的数据的作者杰瑞穆勒认为 绩效的优点已经被过度夸大 但大家却忽视了为求绩效所付出的代价与痛苦 作者认为以绩效作为奖励 在那些对工作怀抱更高理想的机构中 只要奖赏与绩效绑在一起 就会变成一场欺瞒的游戏 回国民国85年 由侯宽人主导以宗教扫黑为名的整数迫害 由检调国税级联手制造假证人假证据 诬陷太极门诈欺逃漏税 这个案件就是杰瑞穆勒书中描述的典型案例 既然法院已经判决太极门无罪无欠税 因此由刑案延伸出的违法税单 就应该依法主动撤销 但无中生有的违法税单 却持续纠缠25年 就是税务奖金所导致的结果 我们就该勇敢站出来 废除税务奖金金 频繁假案 杜绝国家暴力 持续推动法税改革 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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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说错信不能够了 因此同时 偿数损失 由于我们独裤 和USTNalu 有時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